当一名球队对一家俱乐部做出足够多的贡献的时候,俱乐部往往会选择退役该球员的球衣,以此来表示对该球员的嘉奖。 在NBA这70多年的历史上,有很多球员都享受了这样的殊荣,不过也有很多球员或者俱乐部因为退役球衣而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詹姆斯因为退役球衣失言,刚进入联盟的詹姆斯和乔丹一样,穿着23号球衣,甚至很多人都认为他会是下一个乔丹。 2010年,詹姆斯为了总冠军离开了骑士加忙热火,但是热火队的23号球衣,已经为了致敬乔丹而退役了,于是詹姆斯不得不改穿6号,他甚至还呼吁全联盟都应该退役23号球衣。 结果在热火四年后,詹姆斯回到了骑士,而他选择的球衣正是当初的23号,好像詹姆斯忘记了曾经自己现实淡淡说过的话了。 太阳队取消退役球衣几年来,太阳队出现了很多巨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尤纳什和巴克利,虽然他们没有为球队带来总冠军,但是他们对球队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即便是纳什和巴克利这样的巨星,也无法在太阳队退役球衣,事实上,即便是乔丹来了也没有办法,因为太阳队在90年代的时候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给类球队做出卓决贡献的球员颁发荣誉之间并且封存该球员的球衣。 但是该球员的球衣号码不会被退役,会留下继续使用,过人均想,太阳队却害怕像凯尔退役那样没有号码客用了吧。 兰多夫球衣比球员退役还早兰多夫曾经在辉熊队效力八年的时间,那段时间里兰多夫和小加索尔为辉熊队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辉煌时期。 在2011年纪后赛甚至不可思议的赞胜了马次队,为了表彰兰多夫为球队所做出的的贡献,辉熊队在兰多夫宣布将盟国王不久便宣布退役,兰多夫的50球衣。 也就是说,兰多夫成为了NBA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球衣,比球员退役还早的球员,乔丹穿23号球衣被罚款乔丹是人类篮球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球员,而23号就是乔丹的象征,甚至联盟里很多人穿23号球衣,都是为了向乔丹致敬。 不过在乔丹第一次付出的时候,乔丹却因为自己穿了23号球衣而被联盟罚款,甚至就连公牛俱乐部都被乔丹宣连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乔丹在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公牛队就宣布退役了他的23号球衣,结果一年之后乔丹回来了,都知道,退役了的球衣是不能再被使用的, 于是乔丹只能穿45号打那个赛季,结果在季后在第二轮,乔丹被魔术队球员尼克安德森在最后时刻抢断,并偷走了一场胜利。 赛后,尼克安德森表示,45号没有23号的爆发力,45号没有什么威胁性,我是不可能对23号完成抢断的。 这句话无疑刺激到了乔丹,结果在第二场的时候乔丹竟然穿上了九雷的23号球衣,在乔丹脱掉外套的那一刻,球场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接着是看台上惊天动地的恍惚声,曾经的那个最强王者又回来了。 不过可惜的是,因为回归后的乔丹和队友磨合时间太短,最终还是输给了魔术队,而乔丹的行为也触犯了联盟力的规则,最后招致了5000美元的罚款,公牛队也被牵连支付了25000美金,增加大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